好,大家好,我是PC 今天有一个新的节目,在地欧洲 我又回来了 首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在地欧洲 同事想着我的名字都想了很久 在地的意思是,我们希望玩一些地区的 或者是贴地的,香港人对的 外出不是很落伍的,就是外出玩的运动 游戏,什么都对的,总之是户外的就对的了 第一集我回来,我就要求同事的嘉宾一定要慎重选择 其实都是我选择的,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林乐儀 Hello,Hello PC 为什么要找林乐儀呢? 本身如果大家有看行山片的 在YouTube上,你都应该见过林乐儀 Kate那些行山片 是的,多数都是行山、潜水 或者玩水 你觉得你的片有什么特点? 我的片,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个人比较个性开朗 嘻嘻哈哈,有一种很正能量的感觉出来了 很有阳光感的吗? 可以这样说的,都很开心的 给人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其实你 现在见到你都比较年轻的少女一名 不要笑自己 都不少女了 拍了片出来漂亮一点的样子 你现在在现场不要让人看到就可以了 你拍了片放上网 我想是一年多的事 是的,大概2020年的8月我出第一条片 到现在都是一年多 一年多?那你之前有没有做这方面的事? 比如拍片放上网 拍片放上网是没有的 但是我以前大学也是读新闻系 所以出来做事也会见惯人 见惯镜头那些 所以看着镜头说话就不会有很大问题 拍片的时候 说话就没问题了 有时候还挺开心的 看到你一边走一边拍一边说话 都不气喘那种 可以说是可以自然治愈很久的人 但是你为什么会想着 把那些东西放上网上 给别人看的呢? 其实一开始很多平台上 我都有说过自己去新西兰旅行 那时候遇到一个人生的比较低潮期 决心就是一个人要去流浪一下 那时候就去行山 行山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风景 但是当刻的感觉 就觉得这些这么漂亮的风景 其实香港也可能会有 我就在想 为什么香港有这么漂亮的风景 但是人们记得香港 只是记得一些大街大汗 记得一些金融城市 而没有看过香港的大自然 所以就决定 我想为香港做一些东西 所以回来的时候 就开始拿起相机 周围去拍摄 越发掘得久 就发现 原来香港真的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只是那些人不懂得包装 而且不懂怎样去宣传 是 由那时候开始就走去行山兼 拍完影片 你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那些是有后期制作的 我想所有的创作者都会有后期制作的 但是我的影片可能自己比较完美主义 我真的很执着于节奏 音乐 因为我始终都是读新闻 所以我的影片会多一点感情上的剪接 令到观众起码那二十分钟 不会觉得沉闷 我自己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 为什么这么吸引呢 我相信很大部分人看林乐儀的影片 除了她的水着之外 也是那个节奏很明快 里面有一些很可爱 很值得的 那些小环节 我稍后再说 我看Kate之前的那些片 通常那些行山片就是 我们在一个地方集合 大家打招呼 打了十分钟 陈伯你好 什么人你好 接着听领队说完话 接着拍他们怎样上山 接着拍他们去哪里吃饭 这些是我之前看的行山片 为什么你会摸索了你的方式 去表达你的行山旅程 其实我没有特意去安排 我见很多YouTuber跟我分享时 他都会说要写稿 但正如刚才所说 我一向说话上面 真的不是很多问题 我不觉得你有写稿 我是从来都不写稿 所有东西都是出于真心的 那一刻自然流露出来 所以我想这件事 都是观众觉得我特别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基本上 都不会怎样去准备自己 要说些什么 好像我见到些什么 简单来说 一句话就是做自己 是 但是怎样去选择题材 你决定哪里行山哪里游泳 怎样找到这些资料 其实有些技巧 我自己就可能不太喜欢去拍一些别人拍过的东西 所以一开始 当我发现香港有这么多大自然美景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看地图 为什么要看地图呢 就是因为香港有很多山卡拉的地方 是未必在网上有这么多资料 但是在地图上有显示 可能我觉得 例如古洞水塘 哦 心形水塘 我会形容包装它做心形水塘 那时候就是看地图 去看回来 我觉得有一个很小的水塘 然后戴水塘的形状 又好像挺特别 在上网搜索的时候 就看到有些特别的角度看 原来是像一个心形 所以他就拍 所以很多题材上的东西 都是自己看地图去找回来 或者觉得那个名字很特别 我就特意上网搜索 然后发觉原来都有它可以包装的地方 是 那就找了一个主题去拍 那个过程里面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实我相信你都不是一个制作团队 好像那些电视台 后面十几个人跟着 都是自己一个 或者是后期多了一位盘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最初拍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很艰辛 有些很失落 或者有些原来香港漂亮成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呢 如果你说对于行山来说 就是拍片最辛苦的事情 就是体力上的消耗 因为我自己虽然喜欢外面 但是我还没有真正拍片之前 其实我没有真的做这么多运动的人 就是我以前如果认识我的人 他们都会很惊讶 为什么我会突然变成一个行山的YouTuber 因为我以前是那些什么呢 我是看书 躲在图书馆 然后之后我真的喜欢画画 我彈琴 文青少女 拉笑提琴 我真的是这些人 这些所有技能 我相信现在六万多个订阅的观众 都没有见过 但我以前确实是这样的人 他们要求见回旧照片 没问题 但是我想慢慢 慢慢给大家摸索全面的我 但是我开始所以面对最大的困难 就是体力 很多时候 其实我是靠意志力去坚持到最后 有时候可能扶宠行山 你不要看我好像很容易 攀爬好像很大胆 其实背后我是有很多很害怕的一面 或者是很辛苦 然后很长时间回复 弄得全身伤了 这些未必会在镜头面前说出来 但是这些是对我来说最辛苦的一件事 最辛苦是哪一次 有没有印象 我想最辛苦是有一次赤咒 赤咒也是跟阿恒去 那时候就是捆鞭去拍摄所有东西 大家都知道赤咒是一个小岛 你要趕船走 最远的那班船 我们已经是包船来的 已经消耗了很多钱 包船都 去拍摄这段片 但是最后就是趕船 但是我们趕船的时候 6点钟 我们还在岛岛的另一面 然后我们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跨过一座又一座的山 然后之后去搭船 但是大家要清楚 赤咒时的地形很多都是粉山岩 是很滑的 刚才想那天 主要打算玩捆鞭 没有什么穿行山鞋 都是穿防鞋 防鞋的水鞋 所以那次下山的时候 因为要跑 是痛到膝蓋 每一下下地都是被针鞋 是很痛 但是那时候 加上我个人很硬 那时候阿恒仍然是朋友 山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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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说不如你牽住我的手 握住我的手 那会没那么痛 我又很硬 觉得不用我自己来 所以全程 我记得我是 到去搭船那一刻 我还要坚持去完成 去完成结果 我是忍住泪水 但是一关机那一刻 我就已经痛到飙了眼泪 是 我是 我个人就是这样 每一次拍摄 在过程上 都是神常线素上升 不断撐住 当我一关机那一刻 我个人就想 我懂机 你好是一个幕前的人 是啊 很厉害 那究竟是哪位行爺 我们再买一会儿关子 行爺是否对你近段时间的拍摄 是帮助很大 我想不单是拍摄 反而拍摄上 你问是否帮助很大 未必 很多时候 我因为完美主义 他放完我拍摄 我可能不满意 我会全部再拍摄 很傷心 但是我想补充一件事 就是他不是一个拍摄上的伙伴 那么简单 我自己会形容是一个 但是你翻山摄水的人 但是你翻山摄水的人 是一个should mate的角色 所以行爺也要有个盘 有个盘 是的 那你就说这么辛苦 赤洲那一集我有看的 我经常想 咦 能否埋到尾 那条片 回不回船船 是否流落赤洲 但是有没有拍摄的过程 行爺令你觉得很感动 很感触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都有的 其实应该有两个可以分享一下 一个就是跟爸爸走 那时候是走葡台岛 噢 是不是露营那次 是的 露营那次 那次我们想找一个地貌 叫做大楼豆 但是最后找不到 是 然后我们在过程中 因为不能够回头 不够时间 所以就在一个大波板 旁边的草地扎营 那晚发生什么事 就是爸爸因为大不够三 所以他应该有少少低温症 嗯 那麽大的女儿 其实第一次见到 爸爸在旁边是很无助 他实情个人打冷阵 云无伦次 就是那个画面 就是不再是我认识中 很强朗的爸爸 而那晚是 反过来 我要当他小朋友 照顾他 就是他去盖被 拉好他的睡袋 那一刻我会意识到 就是 就是家人对我那种重要 就是爸爸都五十多岁 但是他都会陪伴我一起拍摄 而过程里面 其实他很辛苦 背好重的东西 第二天还要上班 第二天还要上班 是的 其实我爸爸是365天 都要五点多起床上班 哇 所以他每一次和我拍摄之前 他都是把所有工作 失去之后完成 之后陪我去拍摄 所以爸爸和妈妈 或者我妹妹都是 我妹妹都不是一个习惯 在镜头表现的人 但是他为了我和我拍摄 他都愿意去上镜 其实家人对于我来说 我起初拍片的时候 这个频道成功 我觉得是很大的功劳给他们 是一个有家人支持的 是差很远的 是差很远 是 而且令我误会 最初说 为什么这位YouTuber的品味 那么成熟的 喜欢男朋友 原来是爸爸 是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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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山那么久 现在你拍片 有年纪 快两年了 你觉得香港的山野 有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你说是表面上的变化 当然有很多地方 都变得越来越骯髒 太多人忽然走山 忽然走山 亦都未必有足够的意识 是要如何去保育山野 所以我自己都会 有收拾垃圾 都会看到很多 令自己很深邃的情况发生 例如大家走鸡公岭 你会看到越野电单车 很严重 戒道全部都是狠 然后你会看到塔门 是会离开 不只是山 可能山里面有些小动物 你会看到那些人 如何去打牛 我没有见过 这么厉害 牛都打 也有见过 我在浪茄 在塔门也有见过 然后如何去 无理对待野猪 其实这些都是这一年忽然走山的人 多了我见到的现象 那你想怎样 有没有呼吁 还是想多立法例 我想立法就没用了 立法是要执法才可以有用 法例应该都在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公民意识 因为大家在这一年之前 没有那么多人走山 所以大家对于大自然 应该如何保护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这个是理解的 但是 所以整天都在片里面 我都尝试用感性的角度 去感染看我片的观众 让大家知道 其实你在去别人的家 你在去别人的家 你应该做一个文明的人 应该尊重的事情 正如你去你朋友的家 同样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你不会赖屎赖尿 你不会打人 同样你去大自然 都应该是一样 这件事 是我一直在我的片里面 都很想传递的 一种很正面的信息 是 你有什么做 去到现场看到 你会不会骂这些人 我想 撲虎骂街 是没有用的 没有人会想 被人正面指控他 或者拍照 反而我自己就觉得 我都曾经试过一个情况 就是在城门水堂 和一个妈妈 有少少争执 但其实到最后 你可以做的就是 尽量循循善有 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由小朋友做起 我自己觉得 不明白 我也有少少失了这个耐性 譬如 有一段时间 那是藤王的 初头去 就已经劝语别人 不要了 身边都劝语无效 我直接罵了 已经忍不住了 但现在过了热潮 我相信没有什么人去藤王 也是 挺奇怪 你觉得这些热潮 都是香港的行山的YouTuber 或者一些 所谓的KOL 带出来的情况 有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指责 我自己作为其中一个 他们指责的人 应该是指责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们香港YouTuber 你多拍东西 到处的人来 我都是其中一个被指责的人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骂我 我拍东西 你自己坏是你的事 有些人会这样想 但我就觉得 我会尝试站在他们的角度想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 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有影响力 他觉得你的事情有人看 所以我同步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 如果解释我有影响力 令到一些人 可以去这些地方去走 我同时也有影响力 令到他们知道 如何保护环境 所以我会尝试站在他们的角度想 而不是这样说 不关我事 有没有觉得 现在肩膀多了几斤 有些人背负着指责 我又不觉得是重量 我觉得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我会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他走了几十年生 我处处都是那些厂 例如扔在地上 他自己会分改 原来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有些人是真的 纯粹是无知 所以你跟他们说 他们会改 当然我不排除有些人很劣根性 但是你做得多少 你就做多少 我觉得很用力 你的劣根性 那几个字 我真的遇过一些人很劣 有没有拍摄的途中 其实有些生友可以认得到你 要你拿签名 或者合照 好像法哥 我又不觉得自己 完全不能跟法哥比较 但是都会感受到生友对于我的支持 和爱 有什么鼓励的说话跟你说过 你觉得你真的很喜欢你们 其实我很爱我的观众 所有观众我都很爱 我也是你的观众 我都很爱你的 多谢 可以特别剪下这句 所以你问我 我记得有个观众 他是伯伯 一个嬸生的伯伯 两公婆 他们有一次行山 我和我家人行山 还记得带我婆婆走 然后他看到我 他很兴奋 他很兴奋地 好像看到孙女 然后走过来 诺二我常常看这些片 但是他说了一句说话 令我很感动 就是白白拍一拍 我肩膀和我说 没事的 不要哭了 因为我其实 真的是粉丝 他们会知道 有时我拍片很辛苦 或者有时我情不自禁 在镜头面前表露了自己 很真实的一面 而他们就好像 每个都是我的 就是公公婆婆 好像我的阿姨 阿嫂 那种感觉 真的很触碰到我 很窩心 而我觉得 我何得何能 会多了这么多 这么爱我的人 这种感觉 令我很感动 是 是不是这么多人支持你 令到你 通常YouTuber 拍完片 就回家剪 你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其实是我们的街坊 在我们的露饮室 隔壁街 是的 附近 为什么要决定 你觉得要全程投入去做这种事情 如果说全程投入 其实我由日一拍片 我已经是全职去做 因为我是那种 一天不做 一天做 就做到最好的那种 但是为什么要有工作室 主要原因 之前也有说过 就是不想做我的家人 因为我自己剪片 我日夜瘋到 我有时候要听音乐 要听得很准 可以放到很大声 其实不够空间 可以发现自己 所以就说 不如搬出来去工作室 是 而且一开始 其实是想自己 作息时间更好一点 就是想自己 有上班 下班时间 好像不可以 看到那些片子 当然是最后都不可以 但是起码不要阻止家人 这是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就这样 纯粹是拍片 放上网 做行山的YouTuber 我相信不需要工作室 其实是不是有些大计 有没有大计 就是 其实我觉得香港 有很多行山的资讯 都可以被充分化 其实自己也想再做多一点 所以工作室 除了剪片之外 其实都尝试 会和不同 有同样理念的人合作 例如我刚才说的资讯性的东西 或者是跟我一起拍片合作 其实都会利用到这个工作室 去有一个开会的场地 OK 就是写字楼 让大家上来开会 有个地方聚集一起 是的 就不用走出去 希望疫情可以快些过 因为放些人走 不要堆在山上 我早前去大枕盖的那些雕钟花 那些人多到 还有很多地方是很偏僻的地方 现在都越来越多人去 一条路开得很阔 我也不敢说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好事是多些人去到香港不同的地方 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 不好事就是都不知道 有什么破坏到 但是如果真的放得你走 林乐宜 去到外国行山 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想去行山 如果现在是我的套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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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 台湾有很多地方潜水很漂亮的 是的 主要是因为台湾的YouTuber做得很成功 他们的影片真的吸引到我 我会很想去 所以会想去台湾先 或者他们可能观众的数量又多些 都不关事 他们真的很用心 他们真的要多多学习的东西 明白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看林乐宜的影片 就可以上YouTube 找Kate Facebook或者IG找到她的蹤影 天气就开始未是热的 转暖的 是不是要多一些玩水的片段 嗯 都在计划中 但是你 最吸引是那些 我觉得 我一代人说而已 我一代人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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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适合的场合要穿适合的衣服 但是会的 都会继续有出到的影片 是 怎样也好 很感谢林乐宜拍了这么多影片 介绍香港很多 很漂亮 又有些很刁灯 很难去的地方 她也介绍了 希望大家再勾起自己的根 去走山 享受一下香港 香港真的很漂亮的地方 有时候我走完山 坐着看着景 半个小时都不舍得走 嗯 多谢林乐宜上来 接触了第一集在地欧游的访问 多谢你 多谢PC 多谢你